注意 这可是大熊猫雪宝一战风神的片段 哇 可是鬼宝 我现在已经晓得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了 好了好了 乖 快点吃饭 来拉多 画面中的熊孩子正是上海动物园的雪宝和千金 在美食的诱惑下 雪宝上演了一段让他一夜之间获遍全网的插药站 只见雪宝后腿一蹬 蹭的一下就直立起来了 并且还向奶爸的方向稳稳地走了几步 两只小手插在腰间 一副老子是国宝 你算老几的架势 从此以后 雪宝便一战成名 很多人不远千里去上海动物园 只是为了看一眼雪宝那傲娇的战刺 其实奶爸用食物诱导大熊猫站立 有利于锻炼它们的后腿力量 众所周知 大熊猫那方面的时间非常多 依靠自然繁衍的成功率也极其低 强壮的后腿又助于它们长大以后的婚育 特别是雪宝 人称雪大头 据说脑袋的重量就占了身体的一半 如今的雪大头已经长成大小火了 到了婚育年龄 但是人家一点都不丑 因为他早就有个青梅竹马的媳妇叫千金 而且还是同年同月生的 真是羡煞旁熊 在这里插播一条征婚广告 有资源的小伙伴 帮忙签个线 挺极大 给老杨来播关注 重击以后你也是有熊猫的人了 有资源的小伙伴